小報告 健康同學會 同學會健康 歡迎參加五期健康同學會 安德 我們今天要來講到 大家好 這個講到塑膠 對不對 我們都上次講了 1號 2號 3號 4號 5號 6號 7號 對不對 對 可是現在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們的砧板 廚房裡面的砧板 還有廚房裡面的保鮮膜 對 最近衛生署才有禁止保鮮膜 在2013年以後的 它屬於PVC以及PVDC是不是 就不能用嘛 對不對 換句話說 這個是對人體比較有害的 我們上次同學會就有率先講了 後來我覺得他們這樣決定是對的 但是 還有環保的問題 對 還有環保的問題 因為它回收以後 如果回收不好再焚化爐一燒 可以燒出戴奧薪 戴奧薪 我也不得 可是我一直還是覺得很納悶 早知它有害 為什麼要等到2013 各位同學請你們先毒害一下自己 到2013再進去 你這時候才知道工業界的壓力有多大 所以當一個立法院要立法的時候 他必須要承受各方來的壓力 尤其是在工業界 他如果突然間停掉的話 整個工廠會縮水的話 經濟衝擊太大了 沒錯 今天我們來看到要談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都是廚房用品 對啊 而且那個砧板 我就想木頭的好呢 塑膠的好呢 磁盤的好呢 還有很多有顏色的耶 對不對 花花綠綠的 所以我曾經 其實我都在決定說 塑膠的到底是哪一個顏色 我曾經有一種切 我覺得比較安全的方法 用人肉砧板 我自己手放在這裡 然後蘋果這樣切 因為我怕弄到髒 那你們家刀也太不利了 我們來看到保健室主任 潘懷中潘博士 大家好 還有我們健康教育第28章 我們今天的貴賓 也就是吳嘉誠 吳老師 也是教授 是台灣師範大學的化學系教授 而且大家對他 各位觀眾朋友 他的拆頭太多 對他非常的熟悉 對 大家對他非常熟悉 等於蕭基會的秘書長 來 我們來看蕭基會秘書長 還有再來看到的就是 五年九班的洪素卿 洪同學 大家好 五年二班的曾建華 曾同學 大家好 一開始我們要看 同學怎麼了 今天的同學怎麼了 小報告 來 報告一下 素卿 我先說我自己好了 我以前曾經在那個餐廳工作過 我有三年的餐飲業的工作經驗 在很著名的連鎖日本料理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第一次知道說 原來抹布是要消毒的 你知道嗎 我們常常因為我們 我們家住在鄉下基隆的地方 所以早年你有沒有覺得 大家抹布都是用到髒髒就就的 然後破破才把它丟掉 然後很少有說抹布要漂白消毒的觀念 完全沒有 後來才發現我們在那個餐廳裡面 你知道天天做的事情就是我們關店的時候 我們抹布都要泡在那個稀釋的漂白水裡面 就徹底消毒 然後所有的砧板也全部要弄一遍晾乾 然後第二天才能重新弄洗過 這很好啊 對 可是我真的覺得一般有時候 家庭主婦都有這種觀念 而且你不覺得有時候就是抹布擦過之後 反而有臭臭的味道 對對對 是抹布的味道 這是抹布的味道就悶的臭味 然後我每次看到我如果去小吃攤 又看到他切完菜之後又抹布來一次 切完菜之後抹布來一次 而且你知道嗎 砧板如果是木頭的也容易有味道 是 而且你有沒有看過他們砧板 古代的木砧板 像我們家也是那種厚厚的木砧板 有沒有 木砧板的方式是什麼 切切它會越來越薄 你有沒有追過木砧板 因為它會越來越薄切切切 然後你清潔放 那那些木頭屑跑到哪裡去 對啊 木頭屑去 就帶家 帶回家 對啊 真的 就是越來越薄 中間越來越薄 不是 你知道嗎 家裡面的砧板 大部分人家是很多個還是一個 應該很多個 真的嗎 我們家只有一個 應該要分了 等一下 我才知道應該要分 上課就會講到 那建華呢 你的例子是什麼 我們家的這個砧板都是 就是跟安德講 我們就有很多個 那我們都是完全是不同的 使用的方式跟種類 那也跟素晶一樣 我們都會定期消毒 因為我們的比較不一樣 是我們家有營業的關係 所以我們非常注重這種衛生 對 這非常好 他們家是民宿 對啊 做民宿 所以這個就很重要 那麼我們現在就來看到說 其實剛剛安德講說一個 很多人也會覺得說一個就好了 那如果我們分好多個 是怎麼個分法 怎麼個分法 以及最重要的是 砧板 大家買了還是要怎麼洗的問題 對不對 就水沖一沖就好了 那還是怎麼樣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就分兩大主軸 一個是砧板 一個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保鮮膜 或者盒子 先來看看我們的隨糖烤 好 我們來看到隨糖烤的第一題 來看看 就是保鮮膜材質特殊 食物呢 封上保鮮膜微波加熱 並不會產生毒素 毒物 這是有關於保鮮膜的 這兩個隨糖烤 第一個對不對 錯 一看就知道錯吧 我們不是大家都說2013 都不能用的那個錯 對 因為微相處駕於我們了 那我們要請教授來告訴我們 這裡面大家講到保鮮膜的材質特殊 這個部分 保鮮膜這個東西呢 過去因為在製造過程當中 用了不同的這個塑膠的材質很多 甚至還越來越多 然後有些是進口的 有些我們台灣自己做的 但是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除了用它的塑膠的本體之外 它還需要加進去很多奇怪的東西 那有的為了讓它有比較延展性 有黏性 甚至要有其他的這個耐光的特性 或抗氧化的特性 可能都會加進去其他的這個東西在 所以當你拿去加熱的過程當中 如果沒有了解到這些加進去 製造過程加進去這些東西 實質上是跟塑膠的本體 沒有我們所說的化學見解 所以你一旦加熱之後 它就很容易從你保鮮膜本身 它就跑出來 跟你食物粘在一起 對 那如果在這樣情況 你再吃到肚子裡面 就是跟自己過不去 那潘老師呢 你看看這個東西你有沒有什麼評論 你家裡有用保鮮膜嗎 我跟你講保鮮膜我們家是絕對 不能夠進微波爐的 因為什麼 因為不管它上面溫度寫幾度 因為現在大家都講說 我這個保鮮膜最新式的 對不對 我是說怎麼到180度 有的到150度 他說你那個漏的 你那個120度的不行 我這150度 其實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有幾個原因造成它 會跑出很多東西 第一個就是微波爐加熱不均勻 好 你有沒有發現說 我每次去熱便當的時候 有一塊已經都冒油 那邊是冷的 那就是它的加熱不均勻 所以如果你一個保鮮膜 放在上面 你沒有辦法去決定說 左邊這一塊是多少度 右邊這一塊是多少度 所以你怎麼去控溫 我請問你 你有哪一個溫度去去量 它的溫度是多少嗎 所以因此呢 當你在加熱的時候 很容易在某一塊 超過那個溫度 一塊沒有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小心的 就是加熱不均勻 是 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說呢 剛剛我們吳教授特別提到 就是說它裡面加了非常多的 化學物質在裡面 是 那麼這些化學物質呢 它所會跑出來的溫度呢 跟你這個塑膠本身會溶解的溫度 是兩碼子式 所以你塑膠溶解的溫度 是它上面寫的180度或150度 這是塑膠溶解的溫度 但是塑膠溶解前 它旁邊的東西就會出去了 它的毒素已經開始吸了 它還沒有溶解就出去了 因為假設你看我這兩隻手 這兩隻手掌是化 就是塑膠的原料 這塑膠原料變成塑膠之後 它兩個會黏在一起 那黏在一起的話 這個就是叫做塑膠 那這一個溶解的溫度 是180跟150 可是旁邊有很多東西 是我添進去的 那添進去的東西沒有這樣抓住 所以因此它溫度一高就出去了 這就是吳教授剛剛講的 添在外面它沒有抓在一起 因為我們塑膠抓在一起呢 是四度空間抓 我們叫 cross linkage 那這種cross linkage 是比較穩定的 所以它可以到150 180 但是它旁邊附著的這些東西呢 是沒有cross linkage 所以它在一般的溫度就可以 leaching leaching的意思就是滲出去 就滲出去 所以因此在超過100度 甚至120度就開始滲 那這時候你試滲多 滲少 再加上溫度的不平均 你就吃一堆化學物質 而且那些化學物質有些 有些可能只是塑膠原料進去 可能沒有什麼確定 有什麼致癌的毒性 但是有些呢 可能會影響荷爾蒙 內分泌 對不對 那這樣就很不好 因為我們並不希望 你去吃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家的保鮮膜 是絕對不准進微波爐的 絕對不准 對 建華 老師這樣的話 我們從不同的保鮮膜上面 我們的它如果說有標示裡面的成分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嗎 有沒有什麼安全的選擇 還是說 我不管裡面的成分是什麼 我通通我都不要那個 我覺得一般人沒有辦法判定 我是覺得如果你要叫大家 看東看西太麻煩 我是絕對不盡 對 絕對不盡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到超商去 對不對 也要微波爐加熱 那都還是用保鮮膜 你不論買的任何便當 或是什麼東西 你要去超商加熱微波爐的話 就是說你買的麵 像你那個便當購不到 假設我們去超商對不對 去超商或者是大賣場 如果你要去微波爐加熱 這個都是PVC或PVD 那老師是不是就說 你不用幫我加熱 我回家把它放到 那這個也不行 也要撕開嗎 目前超商沒有撕開 像這種東西就有兩個不合格 第一個不合格就是說 它的這個 塑膠 不是 它的這個保鮮膜 本來我們規定是不希望 跟食品沾在一起 對 它這樣就沾在一起 所以它沾在一起 就第一個不合格 而且沾這樣比較漂亮 不能 它讓你看得到 感覺都滿出來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是不合格 第一個不合格 第二個不合格 就是說如果它 還要再幫你加熱的話 就第二個不合格 對 因為現在加熱通常只是 化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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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熱氣跑出來而已 對 請補充一個 剛剛上次我們有講到 這個保鮮膜的 我記得老師說 其實保鮮膜的功能 不是說讓你的食物加熱起來 比較好吃或怎麼樣 都沒有 它只是說怕你把食物噴出來 可是我寧可把每天去 寧可讓它噴出來 寧可讓它噴出來 你每天去擦 你每天去擦 那個微波爐沒關係 但你不要為了這個東西 會有化學成分 我說真的會噴出來 而且青微波爐 其實非常方便 對 青很方便 真的 拿檸檬皮 就因為我們家 一定會喝檸檬汁 或者煮菜會用檸檬 對 你就擠完的那個檸檬皮 對 你就直接在上面 這樣擦一擦 然後拿那個麻布 一擦 全部都乾淨 就OK了 而且那個微波爐好香 都是檸檬味 所以為了我們的健康 大家第一步是先 不要把那個保鮮膜 擺在微波爐裡面加熱 真的不要 所以回到這個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保鮮膜用來包裝食物 是很方便的 不加熱就沒事嗎 錯 對不對 答案怎麼樣 我們先進段廣告 已經揭曉了 先賣個關子對不對 還有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就是 雖然我們叫保鮮膜 但其實它分很多種類 我們也不能一竿子打翻傳人 而且你等一下安德要做實驗 你要用保鮮膜再加那個 橡皮筋來實驗 怎麼樣弄這個食物 對 怎麼樣弄會比較好 先進段廣告 是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剛剛這個廣告時間 潘老師在拿那個奶瓶 不斷在說這個怎麼弄 剛剛差點要吃奶瓶 沒有 因為有的奶瓶真的 不知道產地來自哪裡 它並沒有標示說 它是屬於幾號塑膠 那我們就難以適從 說到底是能用還是不能用 然後我把我的老花眼鏡 都拿到這邊看了老半天 看不到三角形 因為我規定一步要有三角形 三角形裡面要寫 一二三四五六七 結果他什麼都不寫 什麼都不寫 那這種奶瓶還能買 絕對不能買 買都不能買 關於奶瓶跟容器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會非常詳細的來談 我們先回到那個保鮮膜 你剛剛不是說要預告一下 已經都知道了 對 不小心把你打斷了 其實這個保鮮膜 這不加熱沒事 就不行 老師就講過了 不管你加不加熱 你就不要碰到那個食物 因為有時候 那如果不加熱又沒碰到呢 就沒關係 不過對不起 我還是要補一句 因為保鮮膜是特別是PVC PVC不要碰到那個油之類的東西 油之類 而且它還特別是油之類的 因為它是要有油性的東西 它才會慢慢的滲出 而且要接觸 所以因此我才剛剛講說 大陸在幾年前所限制的是 PVC不可以包生鮮的肉類 不能接觸 但是你用其他的 比如說你用像其他的這個P1 P1 或者是PMP 這都沒有關係 對 講到這些 其實觀眾朋友 這個是屬於包生冷的東西 沒有加熱的問題 加熱都不行 加熱都不行 對 所以我們以前那種版鬥 都很愛用那個保鮮膜 弄那個佛跳牆 整個油都黏在上面 那滿危險 那很高溫的 那佛跳牆上面 不一定是保鮮膜 那不是保鮮膜 有些是類似玻璃籽 我們叫Serofan 那種東西 那是OK的嗎 那個東西就是比較OK的 玻璃籽是OK的 所以玻璃籽是可以的 所以你要曉得說 我們的老祖宗還是很聰明 我們台灣人早期他們版鬥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 保鮮膜沒有出來的時候 他們知道要用的時候 他們是用玻璃籽 那用玻璃籽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老祖宗的智慧 我們還是要 我們台灣的老祖宗 沒錯 但是後來的人 因為他可能懶惰 就沒有去用玻璃籽 他就直接把保鮮膜來做 這是完全錯誤的 也是因為工業的發達吧 對 我們講了那麼多 這個PVC PVDC 觀眾都confused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總之就是這兩類 那現在我們講到說 在這個2013年 在不再使用的 就是PVC或PVDC 那我們現在覺得說 OK的是PE跟PMP 主要OK的原因就是說 它裡面沒有綠 它沒有綠 是不是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像這個PE跟PMP是聚乙烯 聚甲機物烯 它的製程過程當中 不需添加塑化劑跟安定劑 使用上比較安全 那這個剛剛講到比較危險的 PVC跟PVDC 它都是濾碳化組成的這個東西 濾碳化物 那麼結果整個製程過程中 它要增加一些塑化劑 或者安定劑 然後含量可以達到百分之七十 很多 它不需要加熱 就會溶出毒害人體 然後預熱更糟糕 它會溶出化學物質 所以衛生署已經宣布 PVC保鮮膜 將在二零一三年全面禁用 還有三年 那如果對人比不好 我們真的要問為什麼不早一點 對 剛剛開始就講了 為什麼不早一點 好你可以看到再來分 這裡面呢 綠它是沒有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PE PMP 這是沒有的 那但是PVC就有的 成本它比較高的 那但是呢 成本這個PVC 含濾的就比較低的 耐熱度來看也不太一樣 你可以看看 一般的PE的話 耐熱度很低 100到110 但是有一個新的PMP 它也是不含濾的 它是180 可是我們剛剛講到說 含有濾成分的PVC PVDC 它的耐熱度是相當於 比較高一些 130到140 可是不管怎麼樣 剛剛潘老師告訴我們 不管它耐熱度怎麼樣 它沒有到達這個溫度 它就全部都露出來 所以像PVC 是不能夠包裝肉食熟食 跟油脂食品 也不能夠直接用微波爐加熱 那這邊他是說可以包裝 那也可以說直接加熱 可是潘老師說 不建議 不建議 他們一般的產品會這樣講 就是說他說這個可以加熱 但是我們要在這個媒體上 公開呼籲民眾就是不建議 不建議使用 下面還有一個戴奧心 戴奧心 他就是說其實在這個當中 它不會產生戴奧心 P1的部分是不會 但是PVC、PVDC 然後也會容易產生戴奧心 就潘老師講的 在環保方面是比較問題嚴重的 那吳教授要不要幫我們補充一下 實際上來說 這個我們擔心PVC跟PVDC 是兩個角度 一個從環保的角度來講 大家有慮 有慮你一旦 因為現在這個回收的制度很難 因為這個保鮮膜大家用完它就丟了 要去把它很仔細的回收起來有困難 所以常常就進混化炉 進了混化炉之後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一燒了 你就可能產生我們叫做多綠聯本 多綠聯本就像PCBR或者是我們講的戴奧心 另外還有膚南類的東西 膚南類 所以這一系列加起來 國家管制了幾十種化合物在裡面 所以你一旦產生出來之後 就可能再進到空去回到我們的食物鏈 那就可能到我們的肚子裡面去 這是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關係到本身的健康 像是PVC PVDC這些 剛剛講過在製造過程當中 你要讓它比較容易有延展性 一個塑膠 塑膠本身出來都是塑膠粒 一顆一顆硬硬的 你要讓它變得很有延展性 很容易拉很容易濕的時候 你就要加很多化學物質 加進去這些化學物質 其實常常有很多我們認為是 在動物上面它是有致癌的性質 另外還有很多是屬於環境荷爾蒙 環境荷爾蒙 這環境荷爾蒙一旦到你身體之後 你就會造成就是說 身體有某些部分在產生改變 現在大家很擔心的是環境荷爾蒙 那荷爾蒙這個部分是怎麼樣 荷爾蒙基本上是我們身體裡面 生化系統 生化反應的開關 你只要很少量的東西 它就會啟動這個開關 有時候的啟動時間不對 時機不對 你好像出了問題 小孩子你不應該這麼早熟了 突然間被啟動了 你突然間早熟了 會有這樣的東西 那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在最近已經決定要大規模的拿出錢來 要研究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題目 就是說現在的小女生 他們早期我們的小女生的月經來臨的時間 大概都是12歲左右 那現在發現呢 月經往前挪 那往前挪呢 如果說假設女挪到9歲 大家或許覺得還可以 但是如果你挪到8歲 就實在是太早 那這個時候呢 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第二性徵 就是因為月經來之前的一年 胸部會變大 所以女性特徵會出來 那美國現在發現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個小孩子有了一個女生的身體 但是卻是有一個小孩子的心理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這很嚴重的原因是因為 他走在路上的時候會被異性所追求 因為他有女生的身體 那被異性追求的時候 比他年長的人追求大 可是他是一個小孩子的心理 那這時候就會造成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 那所以因此呢 美國國家衛生院現在大規模的這個基金 就來研究說 像這樣的一個提前 是不是因為跟環境中間 大部分的這種塑化劑 這種這些塑膠材質有關係 那其實在很多的研究方面 在在的顯示 母親身體中的血液 跟小孩子身體血液中的這個 塑化劑跟環境合謀 確實比以前多得很多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來保護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就是要從這個 少用這些塑膠製品 不要把這個所謂的保鮮膜 進入微波爐加熱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會影響很多的問題 男性有男性的問題 像科學愛情 精蟲減少 對 精蟲減少50% 而且事實上 包括小兒的憂鬱症 過動兒 還有癌症的問題 都跟這個有關 我現在來示範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們在現場 就有PVC PVDC PMP 還有 還有一個叫什麼 合格的是PE 對不對 總之這裡面示範 安德可以示範 就是說這個PVC 是我們要進的 這是PVC 大家會覺得它比較好用對不對 對 所謂的好用就好撕嘛 你看像我這種PVC 都一下撕下來 對 而且它的黏性很好 你看一黏就好 而且我們會 隨便不是這樣 都可以弄得這樣很漂亮 對不對 可是 這個就是 它是具有一些不性感 就是裡面有綠 會產生帶要性的 不是 它加了黏濁劑 就加了 就讓它的黏度更好 你看 我以前小時候很稠 我長大之後 就不會那麼笨 我小時候很稠 買到那個保鮮膜對不對 我黏不住盤子 很爛 爛保鮮膜 我老半天黏不上去 你知道嗎 那有些一黏就黏上去了 所以我就會去抱怨說 你要去買那個黏得好的 結果現在不是 黏得好的 黏得好的就是加了那個黏濁劑 對 你看 這個弄得多漂亮 如果我們冰箱裡面每一個 這樣弄得多漂亮 對 然後那些肉就黏著那個膜 你再拿那個PE來試試看 好 接下來我們看PVDC 這個也是不好的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這個要試試看 對 我們來試試看 這一樣也是 你撕我擺 這個也是應該好黏 因為這個也是裡面有綠的成分 應該也是非常好黏的 很受歡迎 非常受歡迎 你看它夠厚 然後它也這樣 也是非常 這更好黏 拿那個PE 我們再來拿PE好了 我跟妳講PE這個一定很難黏 因為PE就是屬於那種 目前我們來說是比較合格 你看它光是撕就會 沾黏來沾黏去 然後一個不小心 它就會黏在一塊兒 你看就是這樣子 就是表示說 是不是妳的技術不好 不是 平常都是瑪莉亞在黏 沒有 它皮膚比較薄 你看一下 而且你一撕就會容易破 我覺得好像也不錯 沒有 它比較薄 摸得出來 比較薄一點 確實是 其實是 其實是它添加的問題 就是添加的問題 因為它其實它上面寫PE 對不對 那它PE不同廠商做出來的 它為了要讓它好黏 它可以自己決定 自己再加一些什麼東西 所以它並不是說 有一個標準的製程說 你只要製PE 就一定只能放這幾樣東西 沒有這個規定 了解了解 它沒有這樣規定的 我們再試試看PMP吧 好 這不是那個數學 PMP 是拍馬屁 拍馬屁 對 PMP的說假 這個是說它的溫度比較耐熱 最高的 最高的 所以它盒子就有寫耐高溫 那這個會比較好嗎 還是一樣 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建議加熱 我覺得好像也不錯 所以也就沒什麼差了 沒有什麼差 對 沒什麼差 可是老師我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 比較不好年 到2013年之前 因為這幾種都還會在市面上流通 那我們自己去買一管的 可能知道不會買到 可是如果就像我們去買這種 生鮮食品 我們怎麼知道它幫我們包的 這一層是什麼 因為其實它撐開了以後摸起來 都一樣 那怎麼辦 這去菜市場買好了 不要出來吃鮮食品 這個消機會我就不敢講 這個東西 嚴格來說 我們台灣很奇怪 我們在幫忙這個政府 訂一些相關的國家標準的時候 都會發現 比如說我們去找 要PVC 我們去找這個國際上 PVC的這些標準 來做參考 現在已經開始找不到 表示全世界都要把它禁絕掉 那另外呢 我們去找一些相關 比如說PMP 或者是PE 甚至現在馬上要訂的PP的 這些標準 去找的這個時候 我們所關心的這一塊 是不是可以放到微波爐 能夠承受什麼樣的 溫度能夠 它會不會跑出什麼東西 人家也不管這一塊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人家的生活習慣 就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台灣是特別容易 把這些塑膠的產品 或保鮮膜 甚至要拿去加熱 放到微波爐的這種地區 別人說他沒這個習慣 對 人家沒這個習慣 外國人是直接用這種嗎 人家那個東西 實際上是在裝冷的這個東西 裝沙拉裝什麼的 那我們台灣人很奇怪 看到這個東西 它上面如果寫微波 好像就是我可以拿去微波 拿到東西主食的這個 要去煮東西的這個容器一樣 其實這個是生活習慣 生活態度不對的這個地方 環保署它特別講 就是說現在2013年禁用的東西 不包括工業用跟大賣場使用的 就是說現在 大賣場還是沒有進 還是可以用 還是沒有進 所以大賣場以後還是可以用 還有大賣場還是可以用 目前是這樣子 這什麼意思 我剛剛才講說 大家都在笑大陸落後 對啊 但是你以這一條來講 你比它落後更多 對啊 那所以我們還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買這個 也沒辦法 這要忍耐囉 那我們進了一面 但是網開了一大面 另外一面 意思說2013年以後 你可能在大賣場 你還是可以買到 買得到 好 這個是保鮮盒 對不對 那保鮮盒有沒有一些健康問題 還是我們可以安全的使用 趕快回來最後告訴大家 是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Ander 我們剛剛講了 這麼多這個保鮮膜 我們現在要進入這個 塑膠類的部分 保鮮盒 保鮮盒還有血皮 水壺 奶瓶什麼之類的 對 那麼我們上次有講到 同學會裡面講到 1到7號 今天特別把它挑出來 最重要的5號跟7號 特別講一下 在廚房很多 很多這個廠 比如說5號 縮寫是PP 是聚乙烯 它的用途是在汽車零件 還有食物容器 工業纖維 耐熱度是165度 好 我這前面都是5號 在我靠近我這邊的 這些 這一排 這些都是5號 你看的話 就像老師說 有個三角形 它會有個三角形 對 有個三角形 寫說它幾號 也就是說很多的保鮮盒 還有這些簡單的水壺 這是5號 這是5號 那5號狀況怎麼樣 兩位老師 實質上來講 我們5號 在這麼多塑膠裡面 目前來講 我們是比較贊成5號 比較贊成5號 對 比較贊成5號 因為它會被添加的 這個東西是比較少的 然後它耐熱的這個特性 也稍微好一點 那現階段的這個 在訂相關的國家的標準的時候 包括保鮮盒 我們現在很積極的在訂這些 相關的這個PP材質 這個國家的標準 所以它都作為保鮮盒 我覺得這個PP 它有幾個觀念要記得 雖然它是比較安全的 但是並不是說 你看到它寫5號 或者寫PP 就可以放進微波爐 因為它的規定是 一定要也要有一個 微波爐可用的符號 也就是說 材質不能夠直接代表 它能不能進微波爐 它是要材質加上那個 說微波爐可用 可用的符號是長什麼樣子 它是通常一個方塊裡面 它有一個微波的形狀 就是好像那個 微波的那個符號 那才可以 那個才可以 或者它直接英文字寫 microwave compatible 這個或者是微波爐可用 那但是因為衍生出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經常在那個地攤 就是說你開車有沒有 看到那個路邊 不是有一大堆人 就賣這些東西嗎 然後呢 它上面什麼牌子都沒有 也不知道產地在哪裡 公司製造在哪裡 但它上面就寫一個 三角形5號 然後微波爐可用 那你信嗎 你信嗎 那當然不能信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後來才加一個就是說 要有製造商 要有製造商 要有地址 要有電話 像這個 這個廠商它是寫 在放進微波爐之前 請把蓋子拿掉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要放進微波爐之前 吳教授講了說 五號的材質是對的 我也支持 但是必須要再有一條是說 微波爐可用 然後再加上說 它有廠商的名字 對 在地攤買的不算 因為所有地攤買的 它的塑膠 它都微波爐可用 它通通五號 你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 好 這是第一個要教大家 第二個要教大家 就是說呢 它可以放進微波爐 這個我們同意了 如果三條都對了 我們同意了 對不對 但我同意之後 它就只准拿來加 就是叫做reheat 就是加熱食物 但不要拿來煮食物 就不要拿來cook 英文不可以拿來cook 可以拿來reheat 原因是因為 你在cook的時候 它時間很長 而且溫度稍高 所以這時候 因為加熱不平均 所以會使得部分的溫度 可能會超過 加熱就幾秒 對 reheat的話呢 我們認為基本上是ok 是ok 所以我們同意它 能放進微波爐 又要加上三條規定 然後呢 只准拿來reheat 不要拿來cook 對 這點倒是不錯 我有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請教吳老師 就是說 因為以前我們很多股東會 上市公司 股東會都送這個紀念品 都是像送這種盒子 那我用了十年八年以後 那跟這個新的東西 我的意思說 它有沒有一個使用的實線 你說要不要丟掉 我是不是越用我就越不安全 還是說我用二十年都很安全 越用絕對會越不安全 有兩點 有時候你在這個東西 你總是要去洗 要去刷 要去刮 那裡面有這個縫的時候 你就容易增加這些 所有的維生物類的這種不好的東西 包括病菌在裡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台灣的這個水 特別是自來水 我們昨天在定義相關的規範 有發現這樣 有很多塑膠 它是沒有辦法承受我們台灣的水 你放久了之後 它會所謂brittle 就會變得很容易碎 很多塑膠 因為我們台灣的這個 台灣的這個水裡面 有特殊的這個物質 包括我們在自來水 在加濾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含濾的這些化合物 包括濾本身 這些都會讓我們的塑膠 久了之後它會產生變質的現象 這邊我來講說 回應就是安德跟建華 還有支持吳老師的意見 就是這種五號塑膠 也不能夠一輩子用 那用到什麼時候要拿掉了 我給大家兩個建議 第一 看到明顯有刮痕的時候 拿掉 丟掉 好 明顯有刮痕 因為剛剛吳老師講說 有刮痕會容易碎膠 有刮痕 對 第二個 如果看到這種 本來是一個透明狀的一個 這個器皿對不對 變成霧狀 就是變成比較不透光的 請丟掉 沒錯 這個是我們執行製作人家裡 這個就要丟掉了嗎 已經變黃了 這個是新的 大家一看就知道說 對 所以就是說 它透光度變模糊的要丟掉 然後有刮痕的要多丟掉 那或者經過陽光曝曬後要丟掉 因為有的時候它很糟糕 你知道嗎 像這個盒子 不小心丟在那個車裡面 丟在車裡面 那因為車裡面的溫度非常的高 你只要經過夏天的一天 這個材質就全部 就是等於說是已經全部破壞了 所以你如果再去加熱的時候 就恭喜你 勝出是別人的十幾倍 因為它的結構都被破壞了 所以如果一旦被你在陽光曝曬 過很多次以後 那個也可以丟掉 所以我們執行製作人 已經慢性中毒了 還沒啦 他們家這個要用多久了 如果我們講完5號 再來看看7號 7號最主要是奶瓶嗎 7號有這些 譬如說這個 7號它就是說這裡面的材質 像是奶瓶 兒童玩具 運動水壺 還有就是眼鏡片也是7號 那它很容易產生這個是雙分A 而且會有這個荷爾蒙 環境荷爾蒙的化學特質 像你看這個就是一般的水壺 7號 這個也是保鮮盒 所以保鮮盒也有很多是7號 那7號又怎麼樣 7號跟5號比起來 嚴格來說 7號種類很多 對 它叫其他類 你真的要去算7號的話 是幾百種的 很多的 但是大家現在會來裝 比如當奶瓶 當食物的容器的 最重要就是我們所謂PC 聚碳酸質 聚碳酸質裡面呢 它是用兩種主要的化學成分 去合成出來的 其中有一個就叫做雙分A 雙分A 所以雙分A本身是做7號這種PC 這種塑膠本身的這個原料 所以你刮也會把它刮下來 你融也會把它融出來 所以是比較 風險比較大的這個東西 因為怎麼樣 PC本身就是我們那光 做光碟片 DVD片的材料 所以現在可以很便宜大家拿到 你來吃光碟片 有些是那光碟片回收了之後 然後再去重新再去複製的 嚴格來講 它應該是蠻透明的東西 像這個雅清手上拿了這個 它是已經有顏色了 它已經上色了 就表示它是經過處理的 甚至有某些塑料加進去的 再拿這個去當奶瓶的話 更有更高的這個風險 這邊我要講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剛剛講說5號的塑膠 我們可以同意放進微波爐 對不對 7號是絕對不行 7號不行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滲出來的東西是 雙分A是一個環境荷爾摩 所以因此我們才講說 7號的塑膠瓶 只能當作冷水瓶用 它不能夠裝熱水 那但是糟糕透頂的是 以前有人把PC 就聚探者拿來當奶瓶 就像老師手上不毒 對啊 那當奶瓶的時候 怎麼可能不加熱呢 好歹有60度 好歹有60度 甚至更糟糕的是 爺爺奶奶小心啊 拿去用那個蒸一蒸消毒吧 拿那個蒸氣消毒啊 那還得了啊 那那個就寶寶喝一堆磁激素了 對 所以這就更糟糕了 所以我們才講說 塑膠瓶是絕對不能夠用 7號的PC的 就聚在是絕對不行 後來經過我們消息會 吳老師的呼籲 當時他們呼籲 因為那時候他當秘書長嘛 呼籲以後呢 那現在目前歐洲 美國 都不准用這種材質做奶瓶了 所以如果你們家還有 請趕快丟掉 請趕快丟掉了 就不要了 拜託了好不好 就不要了 但是回過頭來就是冷水瓶 現在我也看我女兒的冷水瓶 以前買的很熱門啊 通通都是PC的 我現在通通給它丟掉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小朋友冬天的時候 他自己會去裝熱水 他不知道 他自己會去裝熱水 這第一個 或者是先倒熱水 再加點涼水 對 那就糟糕了 第二個是呢 他們有些騎腳踏車的人有沒有 他在前面喜歡放一個冷水瓶 那個很多的材質也是PC 結果他騎出去 太陽曬他很爽 讓他喝啊 太陽曬就一直滲 所以這個也不行 那看起來很帥氣啊 對 不行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我建議我們騎腳踏車 或運動的人 就要把這個7號的PC 要換成不鏽鋼的 換成不鏽鋼 不過呢 現在很有趣的是說 大家現在都很怕這個雙分A了 所以後來就有些人就出了一個 叫做雙分A free的 就是這個 這個讓吳老師來講 雙分A free 這個像這個就有寫 BPA free 然後他後面有寫中文 因為這是韓國做的保鮮盒 他就有寫 加熱後不含雙分A 有這麼一小行字 那這個是不是比較安全 這個就是製造者 producer他們抓到的一個訣竅 要點 剛剛我講過 PC是兩個東西加起來 合成變成聚碳酸質 其中的一個原料就是叫BPA 雙分A 雙分A剛剛還要再強調一點 他本身會 除了是環境荷爾蒙之外 還會嚴重的傷害到 特別是小孩子的 腦神經的發育 這個是在兩年前 有一個具體 大概兩百多月的這個報告 從美國的這個衛生署那邊出來的 那這個既然這樣大家怕雙分A之後 於是廠商就很快跟進 我要產生一個可以跟奶瓶 原來奶瓶PC一樣的這個材質的東西 然後裡面沒有雙分A 那這樣出來的這樣的東西 現在已經市面上很多了 那裡面用的就不是兩種東西 裡面用的是三種化學成分 把它加起來 然後變成這樣的這個奶瓶 但是裡面沒有雙分A 所以他的廣告會跟你講沒有雙分A 那有比較好嗎 但是他的這個耐熱的程度等等之內 以及他這個耐撞擊的程度 都沒有原來的PC好 他的安全性沒有經過完全的評估 到目前為止 所以製造者他最好的辦法就是說 我先把它做出來先賣了 我先把這個利益 把錢先賺回來再說 事後萬一出現問題 你們要進的時候 你們再來進 就好像我們這個PC的這個材質一樣的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 大家能夠不要用塑膠去當做小孩子的奶瓶 就盡量就不要去用 用這個玻璃瓶是比較安全的 玻璃瓶塑膠的好處是怎麼樣 它比較輕啊 它disposable 你要丟就把它丟了 它便宜啊對不對 實際上來講 玻璃瓶是對小孩子比較安全的 對 但是問題就是大家怕重啊 或容易摔啊 在外面加上一個套子 套子 步驟的漂漂亮的套子 你就是摔了 也不會壞 不會壞 頂多是摔在那套子裡面 它的破了也在套子裡 對 小心也不要去摔奶瓶好了 你如果很熱的話 外面那個套子也幫助你說 隔掉熱嘛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對小孩子會是比較好的 這個是我們五七健康同學會 第一次講 而且各個節目都還沒有談到這個議題 對 所以叫雙分A福利 那今天請到吳老師來講 讓大家了解到雙分A福利 其實也是有一些擔憂的 所以千萬不要注意以後說 你們落伍了 雙分A這個福利的 那已經沒有了 這個福利的 其實我們今天告訴你 福利的也別用 也別用 沒有A有BCD 對 但BCD安不安全 尚未驗證 可是我想補充一下 剛老師有說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選一些玻璃類 對不對 所以現在市面上有一些是這種 它下面是玻璃 上面這個蓋子還是塑膠 對不對 然後你看 很妙的是你可以看 它裡面會寫說 這就是微波用的 對不對 然後可是你仔細看 它蓋子上還有寫一行 小小的英文字 寫什麼 就是這個蓋子 這個蓋子的英文字的意思是 不要拿進去微波爐吧 對 所以你的中文 只是寫了說 這是一個微波用的盒子 可是你的蓋子上面 有一行很小的英文字 告訴你這個蓋子不要放進去 蓋子不要微波 所以你不要想說 所以他說是微波用 可以整個放進去 不一樣的 只有玻璃的部分才進去 對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蓋子弄成玻璃的話 是比較不方便 對 所以這個要講清楚 因為那個英文字 有的人看不懂 對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蓋子拿掉 玻璃進去是安全的 因為我們比較建議的 就是玻璃跟陶瓷的 而且陶瓷的是 就是不可以有金邊 金屬邊 對 也不要有上釉 沒錯 這種的 那這樣就沒問題 潘老師 我們很多保溫瓶 是不鏽鋼的對不對 對 上面的蓋子都是塑膠的 那怎麼辦 不是 它有的是橡膠 橡膠跟塑膠又不一樣 還有可能是細膠 對 也有是細膠 那怎麼辦 那我們分不出來 要分 你要分 要分 那功課還很多 對 好 我們保特瓶 不是保特瓶 保鮮盒 保鮮盒 差不多講到這裡對不對 對 我們等一下還講一點點 另外妳最愛的砧板要來了 我一直說 因為我分不清楚 砧板到底是木頭的好 還是這個塑膠的好 我跟妳說 不是妳大部分人都分不清楚 真的喔 那還好 那我們廣告竟然回來看看 以及最重要怎麼清潔 對 那個砧板是清潔的問題 因為有細菌嘛 對不對 好 廣告回來之後 告訴大家 是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其實喔 我現在覺得 真的 我很期待的啦 砧板的 竟然有這麼美的砧板耶 而且它是什麼陶瓷玻璃 對 我說這個是什麼的 他說是玻璃的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還是要考試喔 然後這個是傳統的 哇塞 而且你們剛剛講 那個木頭的 就像我們那個賣豬肉的 豬肉粘就更恐怖了 這不如我家的喔 我要說 你何必成親 不過你們家只有一塊 對 好 第一個 各種砧板都容易殘留細菌 最好常用鋼刷或菜刮布 刷洗乾淨 對嗎 錯 對不對啊 錯 真的錯耶 對 因為 用鋼刷一刷的話 那更容易殘留細菌 不能夠這樣洗對不對 要洗那不是 會有刮痕 不能有刮痕 像這個刮起來黑黑的 大概就是 好 那等一下會來解 那個刮痕 就剛好變成細菌的蠔鉤 因為你的 細菌躲在蠔鉤裡 蠔宅 蠔宅 你知道嗎 因為你看我們在抵抗 那個敵人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挖鉤嘛 然後敵人子彈都從我頭上過 對不對 那細菌躲在那個刮痕裡面 你刷洗它的時候 都在 欸 他們在刷 你不要猜 你躲在鉤裡面就好了 而且我們還給細菌布置了 各種顏色的豪宅 對 我們 我們在進第二個之前 你們大家講說這個 豪宅豪 好可怕 你看喔 這個砧板上 比馬桶來得髒耶 你像木頭砧板 只要用超過兩個月喔 每平方公分就有三萬七千多隻細菌 真的喔 兩個月以後就這樣 那一般常見大小的木頭砧板呢 它算一算大概九百三十六平方公分 所以有含三千四百六十三萬隻細菌 一個砧板 那總生菌數是馬桶的十二倍 所以 所以你是說我們要搬到馬桶蓋去切菜嗎 搞不好還乾淨一點對不對 馬桶蓋搞不好最乾淨喔 你木板是這樣 再來就是塑膠的 也就是說一般家庭廚房使用超過七天的話 每平方公分病菌多達二十萬個 所以也很多 看起來是少一點但是也很多 也很多 可是我們再來看到 我們知道要分啦 多數人都知道 切生石跟熟石的砧板 應該分開使用的 你不可以一樣的 而且有這麼多種 好 現在來了 木質的 塑膠的 薄片塑膠的 強化玻璃 我這個是強化玻璃對不對 你這個是塑膠的嘛 那這邊有木質的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個好像是那個 粉紅色拿給我 那很好笑 看這個好特別 好像電板 這個好像電板 我有那個耶 所以我們想問專家 這是一拋型的專家 現場兩位有沒有是這個砧板的專家 這哪一種比較好 哪一種比較好 老師 嚴格來說 砧板大致上分成兩個大類 一個是屬於這個塑膠類 一個是木頭類的這個製品 好 那最重要的一個觀念就是說 不管你怎麼樣 砧板你用過就要把它洗乾淨 對 然後不同的食物用不同的砧板 對 那現在大家會問說 那我到底木頭的比較好 還是塑膠類的比較好 嚴格來說 有這樣的這個情況 只要它上面有刮痕 就變成細菌的豪宅 那如果說這個刮痕是產生在塑膠上面 在塑膠上面的時候 有細菌在上面 細菌它生長還是會持續 持續的生長繁殖 但是木頭的砧板 如果你不去洗它上面有細菌 有些木頭 有些木頭 它的細菌的生長是會被抑制掉 就一直掉 它就不會再增加 因為這個木頭本身有一些化學成分 它自己本身的成分 你還是會有菌 但是它不會去繁殖 我是指那個原木的那種那種砧板 有些木頭 山木 這是山木 山木還不好 要買原木 要買什麼 比如說這個國外用的 比如說很硬的那蜂木 所以大家在選木頭的時候 你還要選它是什麼樣的木頭的材料 但是重要的原則就是說 一旦有刮痕 你最好就是還是要把它清乾淨洗乾淨 才去下一次才繼續 那講到清就重點了 剛剛說不能夠用鋼刷 那要怎麼清 對 清潔的部分 我們還要再講 但是你剛剛講到就是說 有刮痕的話會變豪宅 所以有刮痕的話 清洗的方式跟沒有刮痕的清洗方式 不一樣 那麼另外就是說 如果有刮痕多的話 這個就可以直接丟掉了 因為實在是太糟糕了 所以你又講到這個強化玻璃 因為剛剛沒有講到強化玻璃 你如果說你是用來切蔬菜水果的話 它其實比較不容易有刮痕 因為玻璃比較不會有刮痕 那因為我們切水果的刀 不會用那種大刀 一般是用小刀切水果 所以我的建議是 如果說你是用這個水果 或者是出蔬菜 這種生食類的東西 這個刀子跟這個強化玻璃的砧板 是分開的 然後這時候 它就比較不會有刮痕 清潔起來也比較容易 但是如果肉類的話 因為我們要剁 那因為要剁的情況之下 其實真的好剁的 還是木頭砧板 木頭砧板才好剁 那這時候 就要跟吳教授講的一樣 就是說我們應該去買那個 就是蜂木材質的 那個木頭砧板 那剁完之後還是要清洗 但是它的細菌數就會比較低 我們個人覺得是這樣 像安德首長 你現在手上那個 其實就是要丟的 因為你在清洗那個東西 所花的這個成本跟代價 遠遠高過你再去拿一個 好的新的砧板 沒錯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的 這不是我的樣子 不是 這又是執行製作的 沒錯 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為了省經費 都從家裡拿回來 而且你看執行製作他們家 應該是一塊砧板兩用 就是一面切水果 一面切蔬菜 你看顏色還不一樣 有可能 豪宅的程度不一樣 那所以清洗的話 我們要怎麼洗呢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會建議你用白醋 或鹽巴水 然後你跟這個白 鹽巴白醋跟冷開水 你把它做一個比例的調配 大概是1比2比6 然後做成一種 把它一種稀釋的容易 然後你把它來做一個 你浸泡以後把它清洗 有時候光是水 像我們家會用這個 會用點小蘇打粉 用小蘇打粉 小蘇打粉 因為我們尤其是剁肉 它有一些這個油脂在上面 那小蘇打粉對於去除油脂 是非常有用的 或者是說 那我如果說還有一個有異味的問題 那我用不鏽鋼燥 把它弄在水裡面 不鏽鋼燥 有魚的異味 魚肉方面的異味的話 用不鏽鋼燥 可以把異味去除掉 對我想我們再有幾種方式 但是不鏽鋼燥 好棒喔 不鏽鋼的肥皂 不鏽鋼的肥皂 對 OK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 可能不太夠了 對 所以砧板的其實還沒講完 對 我們下一次會跟抹布一起講 觀眾朋友要期待 對啊 好 我們節目最後請潘老師 幫我們這個小叮嚀一下 好 對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就是家裡面的 所有的這個塑膠的這個器皿 就盡量慢慢的把它淘汰掉 就不要再買塑膠器皿進來了 像我們家現在的這個冷水壺 我都是用玻璃的 然後我燒開水都是用不鏽鋼的壺 所以我就直接把這個水龍頭的水沉進來 當然我有請這台水處來看過我的水質 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也沒有加裝任何的東西 然後用水直接放在這個壺上面燒開 燒開之後放冷之後 我就倒在我的玻璃壺裡面 對 然後拿瓷杯喝 跟我們家一樣 就拿瓷杯喝 然後如果說我想喝溫開水的話 我就直接再把這個冷水拿去稍微加熱 加熱到溫就可以 因為那時候已經燒開了 我不需要再加熱了 就加溫就可以喝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家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塑膠製品在家裡 不過也有網友問 網友問說 不鏽鋼瓶是不是絕對安全 還是說不鏽鋼瓶 我們也有一些注意的事情 是 那我們也在以後的機會裡面 跟大家講 就不鏽鋼瓶 我們也要稍微選擇一下 也要再仔細選擇 對 因為不鏽鋼本身也分很多種類 很多種類 沒錯 我們有找資料 不鏽鋼也分很多種 所以我們講不完 可以啊 對不對 所以問你們多健康同學 會還要繼續做下去的重要原因 對啊 像上次我小朋友 兩個小朋友說 學校校外教學 他說媽媽 我沒有水壺 我說不是有嗎 那麼多水壺 他說你可以把我們丟掉啦 你們說 他老師說不行 所以已經身體利息了 丟掉了可是還沒去買 好可憐 他沒有水壺 趕快給他買 好可憐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